一台小小的吸尘器能吸起1.2吨重的汽车 欢迎来到《时尚最全流言验证》节目 流言终结者第16季 四集 大家好 我是安哥 本期一开始直奔主题 这一集的目标就是 用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摧毁两辆汽车 自2002年起 流言终结者摧毁了278辆汽车 在这期最终季特辑中 简秘先从小规模实验开始 用薄皮的铁罐代替汽车 这也是它的风格 简单粗暴 实质凌驾于形式之上 用几个宝铁罐做成车体 铁罐做车轮和引擎 恰好模拟车身的强度 最终完成一体化的金属板结构 来到阿拉米达施报厂 流言终结者第二孤香 在这里拍摄的流言总数有180条 比亚当在高中时学习打字的时间都长 简秘熟练在这里开辟一片工作区 将模型放置在两块钢板中间 接着用到的物品叫做 迪塔希特饶性炸药垫 类似C4型塑胶炸药 原料为消化纤维和粘合剂 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 因此常用来解决工程问题 把0.1毫米的挠性炸药垫放在钢板上部 简秘希望上面的钢板向下碾压 彻底压扁它的模型车 挠性炸药垫确实威力十足 简秘的模型车被压成25毫米的铁片 也就是原本的五分之一 小规模实验还没结束 简秘想把汽车模型压得更扁 像之前一样放好钢板和车 顶部放好炸药垫 塞在炸药垫上盖三块钢板 所有人躲进安全屋来看效果 被炸飞的全部钢材都安全落地后 中间者靠近 找到一辆更扁的模型 但并不符合简秘的期待 因为模型不止被压扁 还融化了 接下来简秘在两边的钢板上 都放一层炸药垫 两个方向都被包裹 第三次测试 双面设置 开始 这次已完全失败告终 车既没被压扁 也没保持完整 至此 简秘终于领悟到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好的 两块钢板一辆车 最后一次测试 只多放了五层炸药 毫无疑问 这次比第一次压得很多了 只有少部分车身被融合 简秘收到了所有想要的数据 接下来终于可以进行 全尺寸规模实验了 压扁一辆货真价值的汽车 需要巨量的炸药 新墨西哥矿业理工学院的山上 又供他们玩了的场地 简秘搞来一辆 前南斯拉夫生产的汽车 通常俄国制造的汽车 都结实耐造 但这一辆除外 用简秘的话来说 这个可能是造的最烂的汽车了 必须让它永远消失 和小规模实验一样 总结者找来两块 足以包裹汽车的钢板 重约3.2吨 一块嵌入地面 另一块选在铁塔之上 汽车就位之后只差炸药 450公斤的安油炸药就位 为什么不继续用炸药垫呢 因为安油炸药更能胜任这样工作 低爆速的炸药 能更好把东西推开 而不是炸碎 简秘的摆放模式 能引导炸药的力量通通向下 随着最后一爆炸要就位 这场好戏即将开场 众人退至极远处的安全观察室 随着防爆警报拉响 保柄车全尺寸测试正式开始 绝对高能的场面 安油炸药打出了一个威力满满的一击 将三吨重的钢架抛向150米高空 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那辆车 等待烟雾散去 终结者靠近车场 却发现那辆车不见了 隧道上清清楚楚地展现出 简秘摆放炸药的形状 炸药穿透钢板和车子 在底下装出了个汽车大小的凹痕 坏消息是汽车保柄没有出现 好消息是那辆最烂的车 确实人间蒸发了 200多米处停在掩体后面的车 都被撑击波震碎了玻璃 车体也被钢板碎片重创 这是一场彻底的汽车大屠杀 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更厚的钢板呢 有是有 30厘米的钢板足以扛住爆炸 但那样 一块钢板本身就重38吨 直接把它扔下去就能砸扁汽车 还要炸药干嘛呢 所以刘烟被终结了 刘烟说 一个家用吸吞器能够吸起一辆汽车 这个把气的诀窃 是尽可能的增大吸吞器的接触面积 纵观终结者历史 吸吞器曾被炸上天 被改成喷射发动机 但吸车这种大工程还是头一次 依照惯例 先从小规模实验开始 真空泵和吸管刚好能吸起2.3公斤重量 软管节面积是11.3平方厘米 意味着每平方厘米约合0.2公斤 理论上若想吸起一辆1.2吨重的汽车 为了验证这个荒谬的留言 得建造大的可怕的真空接触面 先来个直径20厘米的试试水 为了能让它装到吸吞器上 杰米建造了一个支管 来看看效果能不能奏效 22公斤的砝码被轻松拉起 犀利之塔令人震惊 下一步是做40个一样的吸盘 均匀放在车顶 后备箱和引擎盖上 每一个都通过管子连接到多口的旗管上 最后将旗管与吸吞器相接 同时给罩子接上钢楼杆连接吊架 然后就能看吸吞器能否吸吞汽车了 不久后张鱼博士士吸吞器完成 来到旧金山湾的金银岛 他们将在这里用吸吞器吸车 首先得把摄氏组装起来 亚当将40个吸盘夹到钢架上 安装好吸吞器后 接上120米长的软管 真空吸吞器由110伏交流电驱动 接下来1.2吨重的汽车上厂 把吸盘系统安装在上方后 最后起重机重磅登场 见证奇迹的时刻 来了 看上去马上就要成功 结果却是和平分手 主要原因是引擎盖弯曲程度有点大 导致吸盘不能稳定的吸在上面 所以减少引擎盖的吸盘数量 希望有更好的气密性和吸力 再次验证整理的时刻来临 引擎盖的宝铁皮在压力下发生了形变 破坏了吸盘的气密性 结局方案很粗暴 切掉它换成一块薄钢板 增加结构强度 一发忙碌后 第三次实验准备就绪 吸尘器的江车 吸离了地面2.5厘米 坚持了不到一秒后松开 看来8.1吸盘方案行不通 下面要试试盒子吸盘法 吸盘数从40个锐减到3个 3个用胶盒板做的又大又结实的木盒子 车和木盒之间用电圈密封 再用旗管把它们和吸尘器连接 画木做的胶盒板层数比普通甲板更多 重量差不多是两倍 强度也有两倍 为使效果最好 解密把每个盒子都尽可能做大 打磨边缘 以便和车的形状完美契合 最后铺上一层橡胶垫 应该能保证蜜蜂防漏 回到金银岛 做好常规准备工作 首先把钢架移到车的上方 把盒子分别放到后备箱 车顶和引擎盖上 然后将盒子焊到钢架上 开来吊车连接钢架 亚当装上核心部件吸尘器 这次测试最大的改变是吸盘 还装了一个气压器 测量吊车启动前的吸力 两个盒子总面积是2.6平方米 表示每个盒子里的吸力都能达标 中间者用一台吸尘器就吊起了一辆车 但他们不会就此收手 他们正在将汽车拉向顶点 当汽车上升到最大高度时 杰米瓦掉了吸尘器的插头 这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场面吧 这次测试非常成功 汽车的吸力绝对超过5吨 这是亚当最喜欢的一则汽车流言 荣获大成功 本期的流言中间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爆炸并不能把一辆车压成扁片 一台吸尘器真的能把汽车吸起来 今天的流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惜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